主耶稣一些重要的应许 其实我们发觉耶稣 可以说每一个主题都一定有应许 所有他吩咐我们做的都有应许 不过他不是每一次都讲的那些应许 有时候有些地方你从其他地方去提到 譬如信心 他又讲到你有信心你仍有移山 但他不是每次都有这样讲的 他有时候会指责门徒没有信心 但是他有时候又会讲到你有信心 有一粒介菜种都能够移山的 这些应许也包括他自己的本质 他的能力 譬如说 跟从我第一个道 马太四章十九节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 这个也是一个很强烈的权柄 你跟我 你就得人如得如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人了 是没有人能够应许这件事的 这个就是鼓励我们去传福音 神会使用我们 我们会得人如得如的 而八幅也是全部都有应许的 我们稍后再看这个八幅 由马太十章四十二节那里 无论韩人因为门徒的名子 把一杯凉水吸着 小子里的一个渴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耶稣不是说你救了一个人 就不能不得赏赐 给了一杯凉水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特色 就是他用一个 每个人都做到的东西 来鼓励我们 你去做 你做你一定得到赏赐 这个作为鼓励 就不是说你要够赢才做 才得赏赐 你就算给了一杯凉水 谁人都做到 你都可以得赏赐 这个就是看到耶稣那种 接立人的心 没有批判的心 因为普通人就会 要求人你要够赢 够好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 耶稣就是说 你就算给了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好了 马太 就是了 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子女来 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人怎么可以说 你来跟我 那你就没有烦恼了 没有人可以应去这件事 还有你扶我的压 就是跟我一起侍奉 好像牛 坚田那个压 你扶这个压 学我的样式 那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了 其实那个心里原文是灵魂 你的灵魂 就会享受到安息了 那这件事也是 没有人能够答应的 你跟我一起做我的事 又学我的生命 那你就得到安息了 因为我骗是容易 我单止轻省 也都没有人能够说这件事 你跟我 你做的事全部都很容易的 那有些人说不是容易 哪里容易呢 当我们用了一个标准 我要带到几多人信主 你可能觉得很难 但是当我们说 我彰显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 有人看到神多美善 这件事就不难 其实当我们越是彰显神的恩典 越容易吸引人 跟从耶稣的 因为很多人侍奉的时候 只是想着我要 怎样改变那个人 没有想到 我彰显神的荣耀 神那种兴散喜乐 平安 彰显的生命 人就会被吸引 所以你看圣经 详细看 你发觉圣经经常说到 神那种美善 还有他应许 他那种给我们的帮助 实在是很多的 马可十章二十九节 那里讲到 为福音撇下任何的东西 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荣生 并且要受迫伯 不如加上这句 有很多人就不喜欢这件事 哇 迫伯 但是我们这样想 我们受迫伯 是受得更大的赏赐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福的事 也都是说 这句话是回应 那个什么 封圣神学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封圣神学 封圣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很着重就是 你听耶稣说 你一定会封圣 还有他们很多时候 会鼓励人奉献 你奉献多少钱 你就会给你多少倍 神是会这样做 不过我们不是用这个动力 去推动人去奉献 因为有时有些人 他们注目在 其实有些很出名的 报道家 都很喜欢 说到 你怎样奉献 你就一定会很丰盛的 你一定会 总之 他不会说到你会受逼迫 他会说到 你会 很多财富 很多 在地上得到的东西 其实有些很出名的 报道家 都是用这些教导的 圣经是怎么说的 你先求他的国和他意 这一切加给你 神是会供应我们 不过供应不代表一定有钱 这个 封圣神学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好像 define了封圣一定是有钱 和是会成功 所以叫成功神学 成功神 有没有听过 他就定义了成功 反而我们是说什么呢 我们听耶稣说 一定会有丰盛的生命 神会供应我们 和会令到我们 做到神的心意 OK 路加 六章三十七节 这里有很多应许 这个真的 非常好的应许 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了 不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你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 这个给人 其实原文 只是给他而已 give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不是没有个人字的 即是包括奉献给神 或者给人 但是中文加了个人字 就必有给你们 并且用十足的声斗 清到十足 连遥大案 好像给了一袋米 又饶又禁 上尖下流 即是上谷倒到满 都写了 下面都留写了 留写了出来的 在你的怀中 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 也都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 这句话真是没有人能够答应的 你听我的话做这些东西 你就会 我给了很多很多东西 封信给你 很多人 即是不能够做到 但是这个封信 我们要知道 这个封信就是 我们有足够去发挥生命 不代表一定是有钱 但是当这个人需要做 需要钱的事工 神是会供应他的需要 比如我现在做的宣教的机构 我们其实不是很多人支持的 但是我们有足够去帮 我们宣教去很多国家 还有我帮很多国家买器材 可以看我网上的直播 我在网上有英文的直播 的侍奉训练的 我们帮那些地方买那些器材 可以看到 这都是神供应我们的需要 当我们听神的话 神就会为你开路的 接着路加十一章十三节 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就是你亲近他求他 他就会将圣灵给你了 又闻四章十四节 人渴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 成为传言之永生 就是说到你在里面 涌流出那种生命 一直涌流到永生 这个都是没有人能够答应到的 所以耶稣的说话是非常之特别的 约翰四章三十六节 收割的人得公价 積蓄五谷度永生 叫杀种的神收割一起快乐 就是你会得到赏赐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和一起快乐 接着第十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人若喝尿可以到我自己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光喝 这个也是人不能答应到 只有神可以答应到的 约翰十章二十七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都认识他们 他们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奪去 这句话 很多人就会 有些宗派就会用这句话 就说 人是一次得救永得救 不过我在下面 我有其中 顺次序讲圣经 我有列出 圣经有不同经文 是讲到可以失去救恩的 到底这个 不能够从他手中 将这些羊奪去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这些是一次信了耶稣 就是他的羊 因为信主到底 从圣经来说 圣经真的有很多经文 是讲到 我们迟些会看的 是真的人是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这个羊 属于耶稣的人 就是他会 一直信耶稣到底 不是暂时信耶稣那种 我迟些下面那里 我有列出经文的 你不再来 你不再来 我迟些人 但是你不再来 我迟些人 可通信耶稣 这个羊套 文字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